就在原地 就在车厢里 孙德林和汪家人 用那根捆绑邓绍生双手的 绿色尼龙绳的剩余部分 活活地勒死了他 他们从硬纸箱里取出三条麻袋 用两条将邓绍生的尸体 套着包裹起来 上面还盖了一条 放在车厢最深处 可怜的邓绍生啊 一声也没喊得出来 就这样被三名匪徒 夺去了生命 抢车得手 等到下午四点左右 匪徒们扔掉硬纸箱 由汪家里驾驶天津大发 开向和平南武烟士 他们要接着去干 昨天没来得及干的事情 抢劫范烟老板 为了和驾驶室里的汪家里说话方便 孙德林用枪柄 砸碎了驾驶室与车厢之间的玻璃 匪徒们抢劫的意向是明确的 但是具体抢劫目标 却是模糊的 在什么地方抢呢 抢哪个 饭烟老板呢 都没有确定 于是汪家里把车开到地下通道的转弯处停下来 匪徒们戴上帽子和口罩 等候着下手的目标 天色暗下来了 烟饰也下行了 经过地下通道的人虽然有一些 可是匪徒们看不出哪些人是老板 有的人两手空空 不像带着钱 有的人从衣帽打扮上 看起来就不像富有的样子 所以他们没有动作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车里放着一具尸体 司机的妻子是否已经报警了呢 他们很担心 焦躁不安 就在这时 个体业主老赵和老郭 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了过来 他们一个人肩上挂着个布兜子 一个人拎着个黑色皮包 这个皮包引起了藏在车里的匪徒们的注意 他们猜测 皮包里一定装着数目不少的现金 妈的就干这个了 孙德林一咬牙 狠狠地说 汪家里早就耐不住了 迅速开动汽车 向那两个人追去 刚朝过几米 孙德林和汪家人就从车上跳下来 用手枪对准了老赵和老郭 把皮包放下 孙德林立刻 啊 猛地受着一惊吓 老赵和老郭待在那里 自行车倒了 皮包掉到地上了 孙德林 孙德林示意汪家人用枪监视赵郭二人 他上前弯腰捡起皮包 刚把拉锁撕开 老赵和老郭乘机陌生就跑 不留活口 汪家人想着这句话 急忙地从孙德林右侧绕到左侧 抬手向那两个人开了几枪 但他的想法呀 实在差劲 那两个人继续奔跑 孙德林站起身 朝那个肩上挎包的人 打了一枪 把他撂倒了 但是 他又爬起来 继续跑了 在孙德林 汪家人抢劫时 汪家里驾驶的汽车 并没有停下来 而是以娴熟的技术迅速掉头 将车停在地下通道出口的慢坡上 车没有熄火 汪家里也没有下车 准备着随时启动 逃离现场 孙德林还要射击 一回头 看见汪家里停车的位置不大好 就没有啊 追赶逃跑的人 从地上拿起皮包 和汪家人上了车 汪家里驾驶汽车 迅速开出通道 消失在夜幕之中 到底抢到了什么呢 又有多少钱呢 行车中 孙德林急忙打开皮包检查 翻了一遍 不禁长叹一声 重重地掉在车上 原来啊 皮包里只有二百多块现金 还不够他们几个人吃顿饭的呢 骂的不顺 孙德林骂了一句 汪家里也很沮丧 忙活两天 整死了两个人 担惊受怕的 却只搞到这么一点点钱 扫兴啊 愿归愿 这辆载着一具尸体的车 已经没用了 还得啊 把它处理好 他把车开到沙山街 与沙山路的交叉路口 拐进一条胡同 在楼旁停下了 那里啊 有汪家人事前 放着的一辆摩托车 他载着孙德林 开跑了 汪家里乘着出租车 也跑了 以上就是震惊审承的 9621 9622 等连续性 持枪抢劫杀人案的内幕 1996年春节前夕的谁啊 被这伙持枪匪徒 搅得很不安宁 特别是 他们在位于城市中心的 和平区南二食品批发市场 节奏出租车辆 在南武烟市 开枪抢劫业主 轰动很大 影响极坏 在这两个市场经商的业主 每当谈起这两个案子 便为之色变 然而啊 这伙匪徒并没有就此罢售 他们 接连几次 作案受挫 越发感到饥渴 像一只 鸡肠肚肚 而又追赶猎物 多次失败的野兽 继续寻觅 窥视着新的 抢劫目标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以孙德林和汪家里为代表 这伙匪徒在谋划和实施抢劫行动的问题上 存在着路线的分歧 在这里 有必要说一说 孙德林这个人 今天 作为杀人恶魔的孙德林 当年也曾有过革命的理想 做一名军人 然而 他小时候的所作所为 却像个国民党兵 调皮捣弹 寻衅闹事 打同学 骂老师 往男同学椅子上抹油漆 把女同学的辫子 系在椅背上 在人们眼中啊 他是个十足的淘气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学生都上课了 盛行造反 打砸抢 身高体壮 桀骜不驯的孙德林 打架斗殴 劣迹不断 十八岁的时候 就被处劳教 有了污点 孙德林曾经有过 悔过自信的努力 他到神铁分局 铁路大修段工作后 拼命地干活 从一名普通工人 提升为班长 工长 队长 由于表现不错 领导想培养他入党 可是 从青年点调来的档案一看 他的材料啊 和别人的不一样 有足足厚厚的三大班 上面 写的全是不光彩的记录 于是 这件事啊 便没有再提起过 孙德林心灰意冷 沮丧的心绪又降到谷底 他想 既然政治上干不上去 那就再从经济上搞吧 1986年 孙德林办了停薪留职 到沈阳火车站 东货厂开四马力 那时候啊 灯盗旗驴的多 开那种冒烟的玩意儿 自有一种鹤里鸡群的优越感 不幸的是 在货厂拉脚期间 孙德林心里上发生了清血 他家是个大家庭 兄弟姐妹多 生活困难 从小到大 住的都是低矮破旧的平房 后来啊 住的是汉楼 他为此感到愤愤不平 要靠迅速致富的方法 来一个大改变 于是迷上了赌博 开始呢 是玩扑克 后来用扑克牌 玩牌酒 输赢大使 达到一两千元之多 再后来 他又发展到拍老虎机 前后输进去了 二三十万元 汪家人号票 他是赌 各有所好 赌博 是使他走上犯罪道路的一大诱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东货厂的运输工具 也在发生着变化 司马利 淘汰了 他开上了 维士博三轮货车 布甲坏了 机器旧了 他就把别人 同样厂牌的机器 布甲偷写下来 安到自己的车上 最糟糕的是 在东货厂 孙德林这只狼 遇到了汪家里这只背 他们两个人 有同样的兴趣和抱负 长期私混 惺惺相惜 成为一对密友 这两个人 每到一起便牢骚满腹 黑化连篇 谋划着改变现状 干点大事 干什么大事呢 赌博 诈骗 偷盗 他们都干过了 没干的 就只有杀人 抢劫了 用孙德林的话说就是 这时候 我们觉得有力量 成型了 上道 刺龙袍是死 打死太子 也是死 干 于是 他们两个人 共同谋划了 那次杀司机 抢出租车 撞民警 抢枪 杀人劫财的 连环式 犯罪行动 俯顺出租车司机 朱几魁 成了他们 踏上黑道的鸡片